这是试荒者以下犯上大戏前难得的一次放松 空气扑克后 莫终于胜利开旋 而接受治疗的南方和跨境 分下面的通知下也得知了这个消息 马高前往了胜利打卡 他对漫画第一武力的死亡感到被杀 但同时他也坚定了一个信念 没有大树的庇护 自己要变得更强才行 体温上将的莫感谢伟的手掌提醒 夜行准备好了全体的杀人咖啡 但莫还有个疑问 手掌到底是什么含义 看着夜行凌厉的眼神 喂 避而不答 小伟果然又傻又聪明了 夜行当然察觉了两人的猫腻 但也准备放过一马 可强如试荒者 还能继续赢下怪物般的首领吗 说着在大船的搀扶下 创意虚弱的前来 莫知道他就是哈鲁 但也无法放松警惕 首领只是微睁双眼 并礼貌祝贺 至少在以下犯上前 他们都还是同伴呢 这时神秘人在拉洛的尸体前 只感叹 事实真奇妙 明明占据优势的拉洛 却败给了莫 他酷爱打断人说话 表明自己是收委托钱来回收尸体的 因为拉洛自己 也要成为钻石 而他的委托人 竟然就是拉洛自己 拉洛从来都是两头下注 他将自己的失败也计算在内 没错 生命人也是非法入侵者 但他只想完成拉洛的遗愿 并无敌意 他现在才出现 是为了成功劝说 但同似质疑 没有任何证据能支撑他的说法 他自有办法自证 没想到 坚硬的玻璃 在他指关节一敲之下 竟然轰然倒塌 为了证明自己不是想复活拉洛 他可以当众砍下拉洛的人头 而这个神秘人 就是当初逃脱夜情追杀的阿罗马先生 时间来到12月31日 他们正在完成最后的维护工作 等莫成敌后 他们就会和玩家一起离开小岛 结束游戏 休息时 莫还是本能地拒绝夜行的咖啡 流行前去电脑室给家里打个电话 此时 蹲守门口的专业打手们也在迷茫 自己又该何去何从 应倒是可以介绍 终于 六点到 维护结束 身体流程如期进行 这期间 商铺经历了太多 商铺也学到了很多 即使身为奴隶 但只要接受现状 热爱生活 就宜然自由 相反 即使荣华富贵 却依然每天埋怨现状 又何尝不是精神上的奴隶 以后 他再也不会成为奴隶了 谢谢你 班默默 能论得知海宝部门 不会在以下范上前上岛干预 可前防卫省大船真一敢爆棚 要求曝光岛上真相 被赌狼拒绝 他们本就有这项权利 况且大船早已被死亡 说话也没分量 另外 能论告诉大船 他可能是比主持人还了解首领的人 你也不像我们首领孤独吧 况且 也该为自己的身份复活着想吧 大船怀着复杂的心情 看着风鸣 而上部几人计划 离岛后 准备进行游戏周边 毕竟 他们还是深爱着游戏 相比玩家的真诚 小岛游戏的开发者理查德 不过只向岛屿是座测试版 他想把通过测试的岛民们 在另一个国家 建立正式的 真实版游戏国 如今 玩家正在有序登船 但有人发现 主星谷理查德死了 腾呼欢了 神啊 我的神啊 真的 这不是理查德 此时 船舱内 游戏之神正盯着远方的希望之光 恭喜各位 你们通过了测试 他们惊艳地看到 这才是真的理查德 所以 之前加理查德被拉罗杀死之前 才会说出 神在看着我之类的疯话 因为真理查德 当时真的在船舱内看着他 所以 岛上的玩家命运会飘向何处呢 十天后 某岛国发生政变 被人篡权 但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游戏岛内 门藏通知首领前去赴约 但面前只有在梦中感激邪后与圣的大船 和贾妹的风鸣 风鸣还在回想肖之前吐露的 一种大厦对局的真相 当天 哈鲁运气不假 即将面临左轮手枪的第五颗子弹时 他竟然意外地露出凶狠的表情 瞬间 灯光全灭 萧德不下与荣语拼的两败俱伤 萧本人逃出大厦 但他愿度服输 加上今天的失败 萧已经做好被肃清的心理准备 但方明决定 要他以主持人的身份继续活下去 猖狂过去的欠债 另一边 最上找到了热衷揭发黑幕的弗洛伊德 邀请他揭穿夏洛特号沉默背后 这几走私军火的政界阴谋 如此一来 大船也能得以复活 这项提议由不得弗洛伊德拒绝 因为他又遭到了警察全力追捕 失去赌狼的庇护 下一秒他就会落网 不过 弗洛伊德也提出条件 还有前KV宣言嘉宾 伟龙城作为助手 画面再转到男子组 男子和里奥的形象再次改变 他们与一位赢钱的独客闲谈 但对方竟然不要钱 这人 真是钱拉罗的最长帮手 罗伯的key 他不仅不要钱 还送上敌队组2000万筹码 只为换取见弟弟守卫物一面 而胜者半目墨正踏着烟气 找到了他的对手 赌狼首领 切剑创仪 用名 风鸣直气 尼称Hellu 创仪感谢墨让他变得完美 可墨并不认为他完美 因为他曾帮助自己获胜 而且还接受了以下犯上的赌局 只要赢下赌局 墨就能获得整个赌狼组织 可要怎么赌呢 只见墨手指朝天 赌天上30分钟内 是否会有飞行物飞过 苗苗和上次以下犯上相同的内容 创仪陷入沉思 还是墨独有 创仪没有 当问到创仪没代表后 墨随即套出 交给他计时 看着墨的神情 创仪问 在紧张什么 难道怕被我察觉你做了手脚 还有你的同伴去哪了 不管他们准备去做什么 头上都不可能有飞行物飞过 同时墨也注意到 主持人们不见了 十分钟前 创仪曾向主持人们下达了什么命令 赌局似乎刚开始就结束了 创仪选择躺平 因为他笃定天上不会有飞行物 墨虚幻一枪 也被创仪识破 并捉穿墨无心恋战 因为这场游戏无人见证 也就无法证明身负结果 就算创仪输了 他也会抵赖 既然游戏无意义 墨干脆人下描表 紧接一脚踩碎 并放下狠话 看来你很怕我嘛 但创仪的关注点不同 他认为墨是在假意宣泄情绪 实则破坏描表 而且 刚才墨也在问自己是否代表 创仪紧接着一个迈克尔杰克讯事起身 也就是说 墨的轨迹与时间有关 或者 这就是一个干扰项 墨只问主持人什么时候来 30分钟后 而且 以下饭上的赌局内容 将由主持人们决定 没错 早在之前 创仪就给予主持人们充分自由 允许他们使用背心和手帕 但赌局内容只能由一人决定 只要大家或多或少都有想法 但都默认 0号主持人 夜行飞骨一 才是最佳人选 首领最佳奖励 胜出的主持人将是首领专属 也只有他才能主持以下饭上 其他人 连见证的权力都没有 这可怎么行 主持人们心肩暗流涌动 终于 夜行等来了挑战者 2号主持人 门仓雄大 他再次露出了不谨慎的坏笑 本次参加角逐的 还有1号能轮 4号剑指 28号小雪 11号铜四 6号紫银 29号真锅 以及10号银 没想到 门仓一来就背下请求夜行放弃 夜行拒绝 首领说过 这种情况下 就只能战斗决胜 先礼后兵 门仓忽然跃起 却踢了个空 夜行背起受伤的双手 并一脚踢翻了门仓 拉走他胸前的手帕 压面说明规则 主持人失去手帕就判复 而手帕最多的主持人 才能主持以下犯上 眼看手帕就要被夺走 门仓一脚废踢阻止夜行 并夺回手帕 周领层设置点到为止程序 如果一方背心被击中两次 背心就会放电 手帕才会被夺走 夜行可不能跳过程序啊 抱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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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门仓嘴上客气 但手上一点不含糊 开始疯狂出拳 从真人迷宫受伤时 他就被陌生生的吸引 并决心要见证到最后啊 门仓重拳出击 夜行招架不及 可他心中也有在坚持的东西 一拳张掩法后 门仓成功夺走了夜行胸前的手帕 之前伪曾问过夜行 以下翻上的内容 其实双方同意的话 可以相当随意 比如比头顶的飞行物之类的 否则就由首领专属决定 正如莫眼前指标上写的 任意一种赌廊传统赌局 都有可能 有注重运气 心理等多种选择 而莫想要的是 零运气 纯制斗的赌局 并拜托夜行 夜行自己也想看这种 但他手帕已被夺走 离开前 夜行追问门仓 想要哪种类型的游戏 此时的门仓心境 他好像发现了 什么不得了的东西 回不诚实 门仓模糊地回答了夜行的问题 另一侧 马高见状不妙 支持莫格的主持人输了 自己要想想办法 监控前 小只觉得夜行输得太过轻松 难道想给年轻人机会 可无论如何 门仓都有两块手帕了 自己还能看到 些旁人看不见的东西 主持人当着真胜瘾啊 说着 又有两队人撞见了 他们分别是小雪 本能论美年 同似与剑制 加罗面前的鹰 似乎也被人找到 小雪说着 自己没有告诉马高 准备玩什么游戏 能论似乎和其他年长的主持人们 有着同样的想法 该给年轻人机会 说吧 他主动拿出了手帕 监制也做出了同样的选择 但他就没那么容易 让人信服了 毕竟 他眼神凶狠 手臂是刀啊 童四欣然接受好意 此时 剑制眼神忽然发狠 问童四 做好了继承的觉悟吗 童四眼神变得见异 只能他严肃地去拿手帕 剑制忽然又猛冲过来 再次确认 正当剑制准备用刀递出时 童四又不接了 呼地放声大笑 剑制解释 阿达心底全人夜行 但直接给他手帕 恐怕两人都无法释怀 还是现在放弃得好 童四还在狂笑不止 剑制感觉受到侮辱 再次反悔 连肖都看傻了 这两人到底是打还是不打呢 追击警报响起 肖似乎发现了什么不得了的事 另一边 能伦的手帕在风中飘扬 肖雪借心拉满 迟迟不肯接受 能伦只好扔下手帕转身离去 肖雪一边捡起手帕 一边心想 总感觉哪里怪怪的 刚才那个动作 该不会是在确认风向吧 能伦在确认风向 当肖雪意识到危险 微时一晚 刚才已经飞入小腿 肖雪随其倒地 这副样子 我可不会把手帕给你啊 能伦紧接着武警口鼻 只因为他发现了周围的异常 没错 运营为了销毁证据 他们在地岛前 焚烧了岛上的毒品 现在这些毒烟 正通过通风系统 传到了森林里 不过肖认为 这也让事情变得有趣了 今时的主持人们 要露出真面目了呀 只能伦伸手去拿小雪的手帕 忽然他的轮椅被人加速 因为紫英 布满能伦不将手帕给他呀 好的 主持人间的斗争将正式打响 到底是谁 又将用怎样的方式 夺取资格呢 这个我们下期再看 上期空气博客 在大家的支持下 登上热门 感谢大家的后患 这是我第一次上热门 感激不尽 接下来还剩武斗重头戏 主持人资格战 和以下方上的 智斗最重战 欢迎大家继续收看呢 如果喜欢 请留下你手中珍贵的点赞一键三连 我们下期见